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表示 共产党荣得下尖锐批评 他希望党外人士积极提意见 中共各级党委也要主动接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 不过学者认为各界给中共提的意见已经很多了 只要中共能够按照他自己制定的宪法做 民众就满足了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6号 与党外人士共赢新春的时候表示 中国共产党要荣得下尖锐批评 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冕 而党外人士要敢于向中共建言 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习近平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 他还表示中共各级党委要主动接受 真心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不断提高工作水准 中国各报纸和网站纷纷转载习近平的这一讲话 不过在中共媒体大肆宣传习近平最近的讲话同时 民间却对习近平讲话的内容打了问号 有网民问 网上批评共产党官员和揭露贪腐的文章和网站 不会再被遮罩了吗 微博不会继续被删了吗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对新唐人表示 共产党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也让人们给他提意见 结果很多人被打成右派 他质疑这次会不会也像以前那样 1956年中共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鼓励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 隔一年却转变为反右运动 据官方的统计数字 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数 为55万2877人 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孙文广就是当年的右派 是多次被关进监狱的老运动员 海外中文网站多维网也有评论指出 中国人还敢说真话吗 57年也好 58年也好 文革也好 89年也好 哪一次说真话不死人 那么现在拿什么来证明 大家说完真话以后 不会被求后算账呢 孙文广指出 新上台的习近平应该做的事情是 按照宪法逐步开放党禁报禁 按照中共制定的宪法 来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 民众就满足了 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入狱三年的大陆著名异议人士胡佳 向媒体表示 习近平不需要大谈建言 只要他释放阴言获罪的政治犯 就能证明他与其他领导人不一样 否则他所讲的一切都是空话 民众对习近平的这番讲话 还有其他解读 全令动组织负责人胡军认为 现在中国官民对立越来越大 民间反弹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 如果中共还采取像以前的高压政策 中国随时会像高压锅那样爆调 所以习近平的讲话 更像是为减压而采用的缓兵之计 微博产生以后的信息传递速度非常快 而且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话语平台 这时候中共他想继续保持 他以前那种控制媒体这种已经做不到了 他已经力所不能及了 这个体制随时都很崩塌的 他看到这种局势了 他只能说这种话 报道指出 目前实际情况是 批评平坟的赵克罗 仅仅是批评就被取消了政协委员的资格 而天天说假话长达55年的申计兰 又被党挑选为人大代表了 你相信共党会容忍尖锐的批评和意见吗 但历史证明缺少真话 是历朝灭亡的前提